好的,我们现在讲第四个要点 神的应许和欣赏 激励我们去信靠 清静、爱、尊崇和侍奉神 讲到神的 祂应许、祂的恩典 帮助我们去 全面性的尊崇神 我们一起读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 人若爱我 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在 同住 这里你看到 有多少恩典呢 其实我们留意读圣经的时候 都会看到神很多的恩典的 有些小续经文没有说的 但从整本圣经我们看到的 这里说人若爱耶稣 就必遵守他的道 天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这是说 若有人爱神的话 遵守他的道 神就爱他 就会来到 天父和耶稣 会来到他那里 与他同住 这个就是应许 我们亲近神 尊重神 避蒙福 有些人是 他们不明白这一点 他以为信耶稣就 凡事都解决 但其实 圣经没有这样说的 圣经讲到 祝福 都是当人 福音神的手 当然 神是主动地 吸引我们 带领我们 但如果人 信耶稣 但没有改变的话 神的祝福 不会临到人身上 人的身上 其实 你看到经文 有不同的都警告 人没有爱神 没有尊重神 所以我们就 需要帮助人 也帮助自己 知道 这个不是靠行为 是神 在哪里 人就会改变 人改变 人回应神 神就喜悦 就祝福 其实都是恩典 这不是我做的 配得神的赏赐 我们所做的 不配神的赏赐 但神乐意地祝福 这个就是神的美善 当我们 尊重神 爱祂的时候 祂就来到我们这里 祂就与我们同住 这个就是 你看上面的经文 都是应许 当我们尊重神 有什么后果 但不去赚取 神的祝福 因为我们所做的 无论怎样好 都不配神的祝福的 然后第二个经文 一起读 不过你知道前书 二章九节 如今上所记 神外爱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这是你想也想不到的恩典 会临到你身上 当你尊重神的时候 我的一生 我都发觉神不停地祝福 神各方面的祝福 来到我身上 所以我没有想过的 很多是没有祈求的 神为我预备很多的机会 是神主动地为我预备 所以我希望你相信 你听神的话 你爱神的话 你的一生就蒙福了 好了 第三个经文 马太六章三十三节 你们要献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说 献求神的国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带领人进入神的恩典的国度 就是带领人信主 另外 神在哪里做王呢 心中 去尊重神的人的心中 尊重神 哪里尊重神 哪里神就做王 如果 人或者是教会 说尊重神 却没有尊重神 如果教会 我见过有教会 真的很多问题的 人没有爱主 传道人的 也不需要带领人去爱主 很多负面的意念 耶稣没有在这个教会做主 祂就不需要求神的国 神的国在哪里呢 这是神做王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传福音 让人进入神的国度 也让神做王 和祂的义 义是两方面 耶稣的义袍 和我们尊重神的义 这样的话 这些东西就嫁给我们了 整个生命就蒙福了 好了 诗篇三十七篇九四节 又要以耶和为乐 祂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很多人是以钱为乐 以吃东西为乐 以结婚为乐 但很多人就是 你看有些人 他们去教堂了 离开教堂的时候 他们做什么 他们去谈论 去哪里吃东西 去哪里玩 很多人离开教堂 都没有谈到耶稣 在你们日常生活 有没有谈到耶稣呢 但有些人说 耶稣好像与我的关 生命没有什么关系 就觉得耶稣很远 因为他们没有将耶稣 放在他生命中 我告诉你 我常常都是想着耶稣的 不是因为我是牧师 其实我起初 不是牧师的时候 我觉得有神这么美好 我就常常都喜欢神 感激神 以神为乐 以神为乐什么意思呢 就是 所有神的工作都是美好的 感谢神 我们亲近神就有力量 有平安 有喜乐 我们尊重神 神就为我预备 各样的恩典 所以 我想到神就喜悦 你们想到神 会不会喜悦呢 有些人 想到神是怎么样呢 觉得很沉闷呢 因为他们想到神 就觉得是听到 他们没有兴趣听到 听到就马上睡觉了 对神没有兴趣 这样的话 他们 以什么为乐 吃东西 他们就开心了 神没有应许 这样的话会蒙福 但如果我们以神为乐 祂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祂就将 你想也想不到的恩典赐给你 我感谢神 神给我开很多路 我希望你也会 现在你们年轻 你们的路 有些人以为是我 我自己开的路 其实是神为你预备的路 你听神的话 神就为你开路 你的路就会非常美好 以上是五十八章十四节 你就以耶和尔为乐 耶和尔要使你 成下地的高处 就会 帮助你成为高度的 有高度的生命 高度的提升 去到更高的层次 你们想吗 你们想你的生命 你觉得你能够吗 你觉得你能够成为一个 伟大的人吗 在人来说 我们没有力量 但当你讨神的喜悦 祂就为你开极大的路 神就各方面的祝福你 我自己不停地 经历神的祝福 很多方面的 很多方面 每一方面 我都经历神的祝福 我希望你们都相信 其实我的年纪 你猜一猜我有多大呢 你有没有想过 我有多大 你们三个 他们知道 可能知道我的年龄 他也知道 你不要猜 我有讲过 你们听过 所以你们知道 这是 我已经七十二 快要七十三了 下个月 就是七十三了 很快 其实过几天 下个星期 我就是七十三了 但神还给我力量 不用戴眼镜 看字 更小的字 我都看到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也感谢神 给我这个喜乐的教导 很多人听了 都觉得很喜乐 很开心 这个就是神为我预备的 想也想不到的 好了 我们去到第七个经文 约翰十二章二十六节 一起读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 也要在哪里 如果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这是 服侍耶稣的人 耶稣去哪里 我们也去哪里 这是常常陪伴耶稣 如果有人服侍神 神就尊重他 神就看中你 而且我们会 服侍神是因为 神感动 神感动 神就会开路 我希望你们有这个心 当然 不许每个人都去 呼叫去做传道的 我不知道你们将来 是不是 呼叫 神呼叫你做传道 或者做其他工作 无论是什么 你听神的话 你的生命就提升 如果神呼叫你 做传道的话 你的生命 蒙的祝福更大 你有的祝福更大 就是你有神的能力 有神的喜悦 神的帮助 你们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心去 侍奉神 做传道 希望你们会去想 好了 第八个经文 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 这个经文很好的 你看看 看到什么 那时 经为耶和华的 比起谈论 耶和华刺耳而听 且有纪念 刺在他面前 记录 那经为耶和华 思念他名的人 你再看一看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很好的 这你说 就是神这么美善 这么看重我们 我想问你 你周围人是不是很看重你 说你很宝贵 你说什么话 就侧耳而听 有没有这个情况 有没有这个情况 这是神会侧耳而听 当人敬畏神的时候 比起谈论 他们会谈论 关于神的事情 他们会讲 荣耀神的事情 神就侧耳而听 现在神也在听 所以如果你们说什么话 荣耀神的 神都在听 而且他不但去听 他不是听了就忘记了 他有纪念词 记录 记录 他不用写 他不用写 但他能够马上记录下来了 已经记录下来了 记录 因为耶和娃 试念他名人 如果我们敬畏神 而且试念他的话 他就记录我们所有所做的 而且 我们能够侧耳而听 对不起 比起谈论 而且敬畏神 是因为神改变我们 是神先改变我们 然后我们就以神为乐 我们谈论神的事情 神就很喜悦 所以你福音神的时候 神就祝福你的生命 整个生命就被提升 我希望你这个经文放在记忆里 你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吗 神爱誓言 这个也是三章十六节 是马拉基书 这个是修约圣经 最后第二件 经文 这个经文三章十六节 我们就放在记忆里 好了 罗马十八章二十八节 一起读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指欲被教的人 万事包括什么事情呢 所有 就是顺利的事情 还有逆境的事情 不顺利的事情 都能够互相效力 这是所有的事情 无论顺利或者是不顺利 对我们都有益处 我告诉你 我多连被人伤害 但这些对我有益处 为什么呢 我就看到人的罪 我就看到神的美善 所以我很喜欢神 当我看到人的不好的时候 我觉得 世界上很难找到 真正好的人 当然有的 有 但很难找到 但神是永远这么美好 永远这么美好 所以我想到神 我就很喜悦很喜悦 这个就是 所有事情 他都能够做美好的事 这些逆境 困难的情况 叫我依靠神 我的成长有大部分 不被人影响 是因为我在困难中 我依靠神 这个我感谢神 好了 下一个经文 第十个经文 以赛数四十六章三节 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经文 你们自从上下 就蒙我宝宝 自从出胎 就蒙我怀差 直到你们连老 我仍这样 直到你们发白 我仍怀差 我依照做 也必宝宝 我必怀抱 也必拯救 这里你看到神什么 摆抱 怀抱 怀抱 怀差 怀差 这是 普通话 普通话 他就是很喜欢抱着我们 是不是 是的 这是不但是陪伴 而且是亲密地亲近我们 所以你可以经历神 这个经历是很奇妙的 刚才你们祷告都说 很平安 轻松舒服 这是神的同在带来的 这个就是因为 神在抱抱我们 在拥抱我们 自从我们生下来 其实在我没有认识耶稣之前 我也曾经就有生命的危险 我曾经有一次 他在一个老鼠的尾巴上 在这个很黑的地方 我不知道有老鼠 然后我当时是没有穿鞋子的 这个老鼠就咬我 我感受 我听到这个声音 然后我感受这个 脚趾被咬 然后摸一摸有血 我当时回家也没有做什么 我就去插去这些血 我就 就没有做什么了 但我感谢神 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是严重的话 可以有 严重的病 可以马上死掉 有些严重的 这个就是 所以我会没有认识耶稣 神已经认识我 保守我 其实我在我出生之前三天 我的爸爸告诉我 我的祖母 在梦中见到一个白衣的人 来到他面前 这个就可能是 他告诉我的家人 这个将来出生的孩子 是有神特别的计划的 这个我觉得是 很奇妙的事情 我们听上的话 其实是神捡神 但你说 我没有神捡神 怎么办 其实你爱神 神就死亡了 神就祝福你 你不要我 你整个主 我要 你整个主 我要 你坐第二个位 因为我要 不怪不怪 得得得得得得得 OK 好的 好的 十一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五节 一起读 一起读 你在我前后玩 让我按手在我身上 这个经文我也很喜欢的 我也将这些经文 放在一首诗歌里面 你在我前后挽扰我 按手在我身上 你永远千悲护许我 我感谢你 我享受你 这是神永远的在我们前后 挽扰我们 常常陪伴我们 而且按手祝福我们 这个就是 很奇妙的 他不停地改变我们 祝福我们 不停地祝福 但有些人觉得不是 其实 你没有这样 与神有亲密关系 祂还是感动你 当你回应神的时候 祂的同在就临到你身上 你当你 感谢神 神真好啊 神的同在就常常围着你 我自己是常常感受神的同在 现在我也感受的 我心里面喜欢神 你试试去做 喜欢神 感谢神 神真美好 你就会经历到神在你前后 挽扰你 好了 西方亚书三章十七节 祂在你中间 必因你欢心喜乐 默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神的感情是怎么样 是怎么样的感情 丰富 很开心的 很兴奋的 很喜乐的 人是不是常常这样 人不是常常这样的 很多时候 人没有什么反应 好像一对恋人 一见到就这么 是的 好像恋爱的人 常常喜欢我们 所以我自己就真的感受 神的爱 神的平安 这个步调教 安可罗 在1998年 安守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经历这么很大的爱 我就知道 天堂的爱更大 我就很羡慕 我也知道神常常陪伴 然后我祷告的时候 我感受能力 每一次 每一次祷告都感受能力 我就把揭 我真的用时间保持 我带很多教友 一起去接受祂的安守 但很多人回来 都没有保持 但我用努力地保持 多亲近神 神的同在就在我身上 保持到今日 祂很喜欢的 当我们回应神 你有没有回应神 神因我们欢欣喜乐 很开心的 默然地爱你 就是现在祂也在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因为你很喜乐 而且欢呼 有没有人见到你会欢呼啊 有没有人见到你的手 会欢呼起来的 很少是不是 很少 但神会 所以你说神啊 我爱你 你就欢呼 你就陪伴我 你就喜欢 你就祝福我 你能不能够 常常活在这种恩典之中 这个的确是神的话 也是可以尽力的 也会帮助 真的帮助 我告诉你 另外有一个老师 他与我配合这个师奉 这个时间的配合 是非常的特别的 这个是神的安排 我在一个地方带领 带领聚会 在之前他来到 他来的时候 他们告诉他 叶牧师要来 你听听他讲 讲道啊 他当时起初的时候 没有这种 刘牧师 他们就说 叶牧师要来 他来之后 他没有深刻的印象 而且我们吃完饭之后 中午饭的时候 他要休息一下 我就带领他们 其他人祷告 他就躺在那里 睡觉 他要睡觉 然后圣灵就对他说话 他说 圣灵急去告诉他 你过去看 叶牧师讲 用外言祷告 他不听 没有回应 神就再一次说 你过去看看 他还是不听 第三次 他觉得必定要过去 然后他过去 他站在距离 我离开 离开我的地方 有一个距离 他已经感受 圣灵的能力 推动他 然后圣灵 后来对他说 圣灵是会帮助你的师父 会提升你的师父 也多次地对他说话 这是带领 这个就是神带领 我们怎样配合 也带领我跟你们的牧师 怎样配合 这个是神的安排 这个就是我们想 也想不到 就是他喜欢我们的回应 我希望你们回应神 耶稣曾经说 这个世代是怎么样的 我向你吹笛 你们不跳舞 我们举爱 你们不垂松 没有反应 你们会不会对神有反应 神这么美好 我高兴 我出出信耶稣 我发觉真的有神 我研究很多证据 发觉真的有神 我每天早上醒过来 我就说 哇 真的有神了 真的有天堂了 哈利路亚 后来我经历圣灵 我就说 每天 哇 真的圣灵可以经历的 神可以这样经历 我非常的兴奋 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 你们有没有一些反应 对神有没有反应 你有反应 神就会大大对你反应 祂的反应 比你的反应强很多 强很多倍 祂会因你喜乐而欢呼 祂喜悦你的话 你的福气将会永远跟随你 哈利路亚 神给我的每一样都是非常美好 神给我的太太非常美好 你听神的话 当然每个人的 有些人有结婚 有些人没有 但无论是怎么样 有些人结婚或者是没有 神都为你安排 你的道路可以很开心 就是你愿不愿意 好了 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 写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 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神赐给我们多少东西 万物 万物 但你说没有啊 我没有啊 当你真从神 神就给你万物 一样一样地赐给你 我感谢神 神给我这些教导 可以享受神 神这么美好 我的心里面就充满喜乐 充满安慰 充满力量 这个就是 我想也想不到的恩典 神也为我开路 在网上接触不同的人 帮助不同的人 也是祝福 这个就是 我们愿意跟同神 神就为你开路 你愿意吗 神就为你开路 你就会进入神奇奇妙的恩典 以上的经文 你可以多看 放在记忆里 神将祝福我们 陪伴我们 拥抱我们 赐耳而听我们说话 有纪念册 记录我们所说的 也记录我们所做的 所有所做的 为神做的 都必蒙福 我希望你们渴慕 然后我现在 再为你们祷告 让你们 你们投入的时候 你们经历更多 你们渴慕吗 我分享一下 我经历圣灵之后 发生的事情 当时我已经做牧师 15年 我1983年做牧师 1998年 这个布道教 安守在我身上 我真的说 我从来不知道 可以这样经历神 我如果知道 我老早已经追求了 但我当时没有 不知道 当时我经历 非常的兴奋 然后我回到教堂 我就分享 我的经历 然后我就为我的教友 祷告 安守祷告 他们的经历 我们 我完全没有想到 他们有些人 哭了一个小时 非常的感动 我上去来的时候 你们的牧师也看到 很多人就很感动 也有很喜乐的 你看到 这是神这么真实 来到 然后 一致 我有一次 去一个教堂 我问他们 可不可以为他们安守 这个传道人说 如果 谁愿意就进入这个房间 当时有 大约 十多人 我为他们安守 祷告 然后祷告之后 我就问他们 有没有什么经历 有一个婆婆跳起来 我的腰骨痛好了 另外一个跳起来 我的肩膊痛也好了 这个是第一次 祷告 马上看到意志 以后我看到很多 很多神的工作 有一次我带几个教友 他们本身 其实 经历圣灵也不是很强 但我带他去宣教的时候 他们为人祷告 这些人也经历 神很大的工作 因为在这个地方 他们都很可慕 整个地方很可慕 神的同在就很强烈 我希望你们可慕 你可慕的话 你去什么地方 你祷告 带领人去爱慕神 享受神 感激神 这样的话 神的同在就加强在你身上 我希望你们都可慕 你可慕吗 带着神的能力 超自然的能力 侍奉神 你的侍奉就不同了 当我这样侍奉的时候 有两个情况 去马上帮助人进入侍奉 一个是这样的 有一个教友 他也是神安排去我的教会的 其实我告诉你 我经历圣灵教 很多神迹其实 想不想不到的 有一天有一个姐妹来到我们中间 她说 她为她的亲友找一个教堂 她已经看到我们的地方 她就来看一看 她告诉我 当天早上 她醒了 再睡一次 睡到时候 就看到这个教堂里面 因为当时我是在信义会侍奉的 她就看到这个教堂里面有两具蜡烛 蜡烛 她就很奇怪 为什么 教堂有蜡烛 因为很多教堂都没有的 然后她来了这个地方 有蜡烛 这是我梦中所见的 然后她回家 因为当天她的老公要上班 要做工 然后她回家 这个老公问她 这个牧师是不是光头了 她就说 你怎么知道 她说 我昨天晚上见到 这是 两夫妻都同时见到 然后后来 她来到我们的教堂 经历神很大的工作 很大的喜乐 因为她 她很多脸 有很多忧伤 后来她对我说 你可不可以跟我回我的家乡 为我的家人祷告 他们信要说很多脸 但从来没有这些经历 我就去到 为他们祷告 真的很大的神的工作 他们 很多人经历喜乐 包括他们的 她的婆婆 已经 好像是八十九岁 八十九岁 这个婆婆见到我们 很多人都充满喜乐 她说 我信要说这么久 都没有见过 但是我没有经历 但后来她也经历喜乐 他们有一个亲人 有这个药骨 弯曲的问题 医生说 这个病 有几天有已经死掉 她信要说 没有死掉 她就来到 我为她祷告 她说本来她要明天去 搭飞机 去看医生动手术 但后来她回家 发觉 腰骨不痛了 她就取消这个手术 再次来 而且她来的时候 说什么呢 我去走了一公里的路 她说以前我不能走这么远的路 她走了一公里的路 来到这里 在这个地方 我连快要走的那一天早上 我们要吃早餐 很快要去飞机场 然后他们都来 在外面等 等我吃完饭 马上就一起祷告 再一起经历神 他们这么可恶 然后我就对这个姐妹说 你看神的工作这么真实 你愿不愿意侍奉神 她就愿意 这个是其中一个人 就是看到我的侍奉 她就愿意侍奉神 另外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 我参加一个聚会 这个聚会里面 我认识一个传导人 他跟另外一个传导人 是我不认识的 谈话 他们说什么呢 另外的传导人说 我有一个教友 他请了一个偶像回家 然后他就常常见到邪灵 在家中 他要找一个出名的户序 为他赶邪灵 我说你找这个出名的户序 要等很长的时间 我今天可以跟你去医院 去为他祷告 我就去这个医院 医生已经说了 他的情况很严重 如果没有改变 明天要去精神病院 因为他太严重了 他完成了失控 我来的时候 有些姐妹为他祷告 他都是非常的失控 然后后来为他祷告 他就平静下来 平静下来 他的户序后来告诉我 你走了之后 医生来 他说你这么平静 你明天可以回家了 这个就是很奇妙的事情 当时他有几个朋友来 我就对他们说 我为你们祷告 保守你们 不要被魔鬼攻击 好不好 他们说好 我为他们祷告 都敬意圣灵 然后他们走了 但有一个留下来 这是最后一个 我为他祷告 其他人都要离开 我为这人祷告 他就开始很喜乐 在笑 当时是什么地方呢 当时 当时我是 拍拍摊 当时我们去 在这个圣将 圣将纪的旁边 很多人走来走去的 我在那里为他祷告 他怎么 怎么经历 他喜乐到 不停地笑 笑了五分钟 笑了五分钟 就开始大哭 哭了更长的时间 可能有十五分钟 哭完又大笑 我就后来问他 什么事情了 他说我从小 都受很多伤害 刚才你为我祷告 这个伤害就离开 我就非常的感动 就喜乐 后来有哭 这个腰上出来 后来有喜乐 这个就是 当时我见到 这些神迹奇事 我真的觉得 真的奇妙 其实我去很多地方 他们都说 这么奇妙 这么能够经历 我希望你们都 渴慕 你的经历 在乎你的渴慕 你渴慕更多 经历更多 你不渴慕 你经历不多 我希望这一次 因为很重要 当然我的教导 可以更多 我可以也给你们 的牧师带回去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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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